为了实践12年国教实现洋才的目标 培养学生成为自发主动的学习者 教育局展开桃园市顶尖教育计划 邀请大学与桃园市五所高中 武林 桃园 内力 阳明 南侃 共同合作开设多元选修课程 桃园市有36所公私立高中职校 校校都非常幼稚 比如说武林高中各位所熟悉的 他算是在北台湾可以说是几生鱼 建宗北云鱼这个名校之列 当然今年就有20位医学系的学生可以上榜 那当然我们也不以此为满足 因为每一个高中的孩子都值得栽培 所以我们几乎把每一个学校 都用最顶尖的资源的挹注来帮助他们 我举例说 那因为高中以后对接的就是大学 不论是普通高中对接普通大学 那基数高中那就是对接科技大学 那这一些对接我们都必须要对应的计划来贯策 那我们的高中的孩子 他有很多的机会跟大学来这个对接 比如说我们中大学 清华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 他们都有开设课程 来让桃园市的高中的孩子去选读 阳明交通大学的EWANT 它虽然是一个线上的学习课程的资源 但是它是适用于全桃园6万多位孩子来选读 那这些选读是不轻松的 因为它这个线上课程是非常的优质 而且非常的专业 也透过各校的课程发展委员会的审查 所以如果有心把它念完的 都可以获得非常深入的知识 那另外我们校纪跟校纪之间 各高中之间也互相对开 互相承认的课程 教育局为了鼓励各校 结合各大学奉沛的资源 积极研发优质线上课程 以呼应桃园市智慧教育的发展 也提供桃园城教育游多元跨校选修课程 第110学年度结合 桃园市公司立大学与季专院校 新手开设了83门课程 其中线上课程16门 实体课程67门 累计已经有736位学生注册 811人次选课 那同时也开了各大学的课程 让他们实际到大学去选课 或让大学老师到高中来上课 那所以我们这一个高等教育的 这个资源的引入 让高中的孩子能够享用 这要看各孩子们 他们的自主学习 也愿意跨出这一步 透过这个跨领域的学习 跨校技的学习 也可以说是跨地域的学习 那让他们能够彼此的 互相的观摩 彼此竞争 对他们未来提升竞争力 会非常有帮助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跨域其实也 包含到跨国际 跨国际我要特别要先说明 我们开始布建一个新的计划 就是透过国际间的大学 高中对桃园的高中 的课程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驿注 那像美国 这个 加拿大 甚至未来 我今年还要再看 瑞士 相关的这些课程 的引进 让桃园的孩子 能够能选修 那这一个新的观念 虽然在各城市里面 都有在推动 但是桃园 那走得非常稳健 而且非常的迅速 课程推出后 受到学生好评不断 同学表示 上了桃园城教育游的 相关课程后 学到很多学习时 没有发现的知识 也有同学说 大学上课方式 让他觉得很有趣 也让他更了解 高额选组的方向 学生们的正向回馈 也肯定了教育局 这项计划的成功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让高中孩子 提前选读大学的课程 比如说 我的阿公希望我 因为成绩好 要念电机 要念医学 可是我是对文学有兴趣的 那我透过这一个 这个跨域 提前先修这样的课程 我就可以理解 这个电机 医学对我来讲 我还不是那么的 喜欢想投入 那我反而在心理学 文学方面 我得到非常大的满足 这样的这个心情 所以对于提前的 这个预修 这相关的课程 对于未来人生的选择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是建议 孩子们可以多多的尝试 这方多方的尝试 然后再做最好的选择 教育局长林明玉表示 透过多项计划的 长期生根并行 也建立桃园市各高中 以及大学跨校 跨域选修之合作基础 提供学生丰富其学习历程机会 除了培养学生在地探索 全球学习的能力外 也让学生有机会提早了解 大学间不同的学科发展特色 并出探各科系不同的属性 与学科领域 也应到学生开展与自我 与他人 与社会 与自然的各种互动能力 成为彼此互惠 共好的自发学习者 对你来自发学习者 对你来自发 说明天空谷录像 对你来自发 说明天空谷录像